本期视频由房大师特约播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由多伦多地产经济夏意南 为我们解读大多地区11月份的房市情况 11月房市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11月份总体的感觉是市场没有9月份10月份那么的热 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11月份的话呢 往年它确实会有一个调整 人家说金九银十嘛 那么11月份没有前两个月火热也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今年的话呢 因为有疫情的影响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季节性可能不像去年那么有规律 今年的11月份的话呢 有些交易确实会感觉比去年的难度增高 数据方面的话呢 虽然报纸头条上都写着11月份的平均价格比去年高了不少 13%左右 但是你跟10月份比的话 11月份的总体价格实际上是下降的 那么11月份是平均价格95万5千 10月份的话呢 是整体96万8千 价调的幅度不大 1.4% 但是它也是一个minifold的变化 如果说把它breakdown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同的区域之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那么多伦多市内的表现还是远远的低于桌边地区 Condo的话呢 11月份真的就是冬天的开始 可以说是11月份的这个价钱下调 是今年能目测到的数据变化最大的一次 虽然说整体来讲的话 大多伦多Condo的平均价格 它只下调了2% 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局部区域的话 像多伦多市中心的Condo 它的平均价格是下降了9% 那9%的话呢 实际上还是挺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大部分买家的这个首付其实就是20%左右 那9%的话 其实这个首付的一半已经消失了 如果跟今年2月份的市场顶点相比的话 多伦多市中心的Condo顶点的时候平均价格是83万多 而现在的平均价格只有69万多 那么这个差别到达了17.5% 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如果说是在2月份买的Condo的话 很多买家的这个首付20% 可能这17.5%都已经差不多耗完了 所以这个我相信对很多的市场上的卖家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因为最近确实看到了好多交易 真的是卖的非常的便宜 比较一下不同的区域的话 影响最大的区域 其实就是Downtown的Bluor以北这个区域 Yorkville Annex这个区域 因为这个区域历史上是Condo最贵的一个区域 它的这个单元都是比较大 而且的话它的楼都不高 所以它的管理费相对比较高 所以说在目前的市场的话 这种管理费又高 总价又贵的 确实买家会小心很多 在样和Bluor北边这个区 就是Bluor Yorkville这个区 现在是要6.3个月 才能消化掉目前的存量 那么Downtown的话是5.35 也就是相当于要5个多月才能消化掉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数字一旦超过了3个月或者4个月 那么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比较平衡的区域 如果低于3的话 更多的是一个卖家市场 大家可能会抢offer 可能这个价钱会上涨 那么高于5的话呢 基本上就开始进入了买家市场 也就是说买家有更多的bargaining的tower 所以说目前的话呢 多伦多Downtown的Condo 从11月开始是真正的正式的进入了买家市场 目前的数据也是能非常的清楚的反映出来这一点 11月市中心公寓买卖双方如何博弈 一般来讲的话 现在的Condo买家在任何一个楼里面 都会有几个不同的选择 包括我这个月刚下的一个offer 就在Union Station的旁边位置非常好 建筑商也非常好的两栋楼 它下面就直通超市 所以是受到很多买家和租客的青睐 它的旁边就是安大略湖 所以说风景也非常好 往常的话 我们出来一套这种土景房 都是瞬间就卖掉 但是现在的话就不就这种难得的高层湖景房 都一下子能出来三套 而这三套的话就同时在卖 买家都在挑剔 之前有一套也是花了很久 上市下市估计三四次 才最终离卖家的心理价位差了大概五万块钱卖掉的 而目前的这几个卖家的话 都不愿意以那个价位松手 但是买家都希望以那个价位之下 去买到目前的剩下的这些单位 有一些竞争的压力 因为他们三家其实只要有一家 松口卖的便宜的话 那么另外两家就很难办了 所以说目前处于一种僵持状态 我们的offer下进去 也是双方都是处于一个 卖家不愿意放 但是买家不愿意加价的这么一个状态 中间的差别 大概差了五万块钱 市中心公寓是否已经跌到几年前的楼花水平 目前来讲的话 2018年卖的楼花 基本上目前的县房 已经回到了当年的那个水平 比如说在湖边卖的Sugar Wolf这个盘 当年大概是1000块钱出头一尺 大概1050一尺卖的楼花 现在的类似的这种位置的新房子 基本上也是卖到1000出头 就是说同样的一加一的单元 可能当年的楼花朝向并没有湖景的 能卖到大概73到76万 现在的这个县房的话 也是一加一的单元 而且是有湖景的 也不过就卖到可能74万到78万 甚至还差了一个湖景在里面 所以说在2018年买的楼花 现在基本上就是吃平 因为买楼花的时候 它毕竟会有一个premium 楼花它有一个比当时现房的异价 如果说是之后再买的楼花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价格 目前的现房市场还比较难match 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追上当年卖的楼花的价格 市中心公寓租金跌到了什么程度呢 Downtown的condo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租房 目前Downtown的租房市场平均价格也是眼见着 从疫情开始大概四五月份之后就一路下跌 到了11月份的话 整个多伦多的condo的平均租金 已经跌到了2154块钱一月 这个包括了一室和粮室 就所有的户型都包括了 去年这个时候租金的平均价格是2625 也就是说现在差了大概500块钱 大概是18%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租金的变化 其实对于这个房价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直接的 尤其是在投资者比较集中的区域 当租金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趋势的时候 会影响到很多的投资客的想法 他们其实对这个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 市中心地区以外的公寓表现如何 对于多伦多的condo市场也不是说全都是坏消息 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区域上相对北边的condo区域 比如说北约克或者说多伦多西边的condo区域 其实总体的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并没有说像Dontown, Bloor, Young还有 Young和Edgerton这边影响这么大 因为北边的总体自助的比例还是相对高一点 所以当疫情来临的时候的话 也可以看到这些自助区抗跌能力 还是会比这些主要投资区的抗跌能力会更强一点 还有就是在11月份的话 新上市的listing的数量是第一次开始有下跌的趋势 当然的话这个有可能是季节性加上短期的一些卖家的变化 虽然一个月我们也不能看出来这是不是一个长久的变化 但是11月份新上市的condo数量确实会比之前的增幅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虽然还是比去年高 如果这个趋势能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它降低新上盘的数量的速度也会对未来的库存量有一定帮助 所以这个还是拭目以待 11月份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交易 有几套比较有意思的交易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的话在北边的一个平均房价比较高的区域 房子也都很大 买家跟卖家之间的博弈其实差价还是存在的 最后其实差价基本上close了30万的一个差价 最后还是卖家做的让步 其实还是跟大家想象的 只要是这种house都会去定价的这个现象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当你价钱超过了180万以上的房子 那么其实卖家让步的机会还是更多的 第二个案例的话 就是在Richmond Hill 大家熟悉的励志文山 中国人也非常喜欢的区域 那么在励志文山这个区域的话 有一套小独立房 当时我们去下offer的时候 其实来了四个offer 我们并不是最有竞争力的那个offer 所以没有抢到 但是最高的那个offer 反而后来没有成交 因为买家的贷款受到了影响 好像是拿过政府补助 有过CERB的一些记录 所以说因为这个事儿 影响了买家的贷款 而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现象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2020年拿过政府的补贴的话 那么你的贷款方面也要多做准备 以防万一 那么这个买家就是受到了这个影响 并没有成功的交易 那么我们的买家就趁机而入 跟卖家一对一的把交易给谈下来了 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谈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价钱 因为毕竟是卖家回来找我们再来谈 独立房都还在100万以下 买家很高兴 相当于用一个几乎是半独立的价钱 买到了一个好位置的独立房 大家也可以知道虽然说市场总体在周围区域比较火 但是如果认真找的话还是能碰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并不是每个房子都像你想象的抢的那么厉害 还是有一些可能卖向稍微差一点的房子 那么它有可能卖的这个价钱也是比想象的可能会更低一些 所以说价钱火热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现象 还是有机会去买到好的价钱的房子 楼花市场现在基本上也是处于两个不同的大市场 如果说看condo的楼花市场 尤其是价钱还相对在疫情前的水平的楼花 那么其实卖的这个速度会慢了很多 不像以前的万人空巷 几天就卖完一栋楼的那种现象就很少出现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套一套的物件慢慢卖 但是对于这种low rise townhouse这种楼花 有一些项目它的这个定价确实跟周围的二手房差不太多 甚至可能比二手房还能再便宜一点 因为建筑商在这个期间 他也不希望花太多时间去卖他的项目 有一些建筑商他会把价钱定的相对合理 那么这种盘还是卖的非常快的 比如说最近刚刚售清的on the mark第二期 它周围的一些单车库的二手房 这种比较新的townhouse这种设计 也是卖到了125万 这个范围 而on the mark这个楼花 它是双车库 同时它还多一个楼顶花园 那么它的位置也非常方便 而它的这个价钱是113万到大概126万这个范围 跟二手房比的话呢 其实是差不多 甚至还能再便宜一点 所以这样的楼花项目 我们开盘两周内就几乎全部售清 到目前只剩下两套 其他的都已经签约完成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不同的楼花市场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而不同建筑商之间的项目差别也是很大 如果说有定价比较合理的项目的话呢 大家对这种未来的市场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这种楼花项目还是非常受欢迎 可以以效果大 用现在的价钱去预定未来的项目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